光看最高两队十三分的差距 用可惜来形容中华白队的表现 或许有人会觉得有点小小牵强 不过从第一节看到裁判享受的那一刻 确实中华小将不是没有赢球机会 攻击端很可惜 第一和第四节都只有各位数的进账 防守端则是篮板的掌握太糟糕 被对手抓了多达二十一记的进攻篮板 也是最够的输球关键 我们在篮板球上面一直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那我今天也跟我的球员讲说 篮球运动虽然是一个高度的运动 长得高基本上就比较吃香 可是实际上我觉得篮球很有趣的是 党人篮板这项技术这个动作 就是为矮个子所设计的 我们被他们偷偷 进攻篮板就被他们抓了二十一个 二十一个等于他多了我们二十一次的进攻数 其实今天韩国队的命中率并不是太好 那可是他们从头不进到头到进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我们输球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说到考位篮板 全场卖力扛着韩国中锋的柳亦春可以说是相当忙碌 一方面要努力想问 一方面还要扛两位韩国队的常人 最后还能教出十一分六个篮板的数据相当不简单 防守他对于我今天我其实守他可是对于今天他真的很高 可是我都教练就要在前防守 然后可能要就是三线的补位 因为可能一开前几场可能都对到比较高的 然后可能都对抗是都真的比较高没办法打 外线如果拉出来那个中锋都守出来 可是今天队的那个15号可能都一直踩在那个郡区里面 他我们拉出来他都没有跟上来 所以我后来就投了很多球 我又都在逗他要不要上来守我 这场比赛输球没能收下二点胜 不过前姐认为还是有不错的收获 除了阿宝刘宜成更积极进攻 另外攻下群队最高十六分 包括两季三分球的射手黄宏英 更是让他最放心的得分点 我觉得小英是目前啦 我想白队稳定性最好的一个shooter 稳定性 一开始就是我其实就是还蛮顺的 但是到后面就是可能体力有点下降 变成老师没有办法帮球队继续得分这样 小英快速暖机的特色加上个性沉稳 前姐认为是目前球队最棒的第六人人选 替补上阵就能发挥作用 以期待周日的最后一场比赛 球员能够维持这场比赛的优点 努力的拼出精彩好球 也要提出郭宁阳好号军台北采访报道